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这种女人命带欺财 娶回家再穷也能富 可惜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起来听 俗话说百年修的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两个人能结为夫妻 要有莫大的缘分 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社会关系 它是家庭幸福的基础 夫妻关系也是很微妙的 不仅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还和我们的财富有直接关系 在八字命理学中 从男方命的八字来讲 八字中的财代表妻子 用命理术语来讲可以叫做妻财 可以这么讲 一个男人财运好不好 与妻子是很有大关系的 女人对男人的财运有着很大的影响 那么夫妻之间如何做 才能互相催旺运势 创造幸福美满的家庭呢 春秋时期 雀雀夫妇相近如宾的世界 看完之后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雀雀是晋国的上大夫 曾和他的父亲雀瑞同朝为官 后来因为他的父亲范世受到牵连 被贬为庶民 他回到家乡 被称作季的地方 夫妇二人不一淡饭 男更女之过上了自足的田园生活 有一次一个叫旧妓的大臣 初始到秦国去 路过雀雀的家乡 正好看见雀雀在田地里除草 他的妻子给他送饭 妻子非常有礼貌的把饭菜送到雀雀的手上 而雀雀也摆出非常尊重的样子 接过饭菜 用过饭后 雀雀用成尊的眼光送走妻子远去 旧妓看在眼里非常受感动 回到晋国后 马上把这个情况报给了晋文公 说臣看到雀雀和他的妻子相敬如宾 臣以为互相尊重是德中的集中体现 有德的人就能治理好国家 请大王将雀雀召回来重用 晋文公采纳了旧妓的意见 很快召回了雀雀 封他为下军大夫 雀雀果然不负众望 在晋香公执政时 在一场晋敌战争中 深谋远虑 身先士族打败了敌国 俘虏了一敌首领白敌子 晋香公就把祭地封给了他 后来就把他们夫妇 种田的地方称作为聚德田 他在的家乡称作为如宾香 一 夫妻感情不合 为何会影响财运呢 在男人的命理中 财心代表了妻子 还有钱财的意思 他们在语言中是一样的含义 在运程显示中也是一样的特征 所以经常会看到 有的人是赚了钱后成家了 或者结了婚后 过几年就有了钱财的 这些都是因为命格中财心旺了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妻子好财运财会旺 这个是必然的道理 从更专业的角度上讲 是因为这些人的财心 是自己的喜用神 所以对妻子越好 自己的财运就爱自己妻子的 而又整天想着怎么发财的男人 你是不是应该审视一下自己呢 避免财被冲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夫妻和谐相处 不争不动不吵 同时丈夫给予妻子 更多的关心和体贴 使自己的财位得到稳定的增长环境 如果丈夫经常对妻子辱骂 互相冷战 相当于压制了自己的财位 很容易间接影响自己的财富增长 二 欺管年的家庭财运会好吗 都说怕老婆的家庭都很富裕 所谓怕不是畏惧的意思 而是尊重疼爱珍惜 舍不得自己老婆受伤心难过 忍受委屈 当然做妻子的也不能践踏丈夫的自尊 不能总是埋怨丈夫没有本事 女人如水 水是柔顺的 是以柔克刚的 如果事事要强 要老公百依百顺 全面掌控丈夫 这样也不利于家庭和婚宴的稳定 家中的财运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三 忘父忘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人们经常说的忘父忘妻象 可能是贩指相貌 但这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方面 所谓忘更多的应该是在于 彼此坦诚以待 相处相邪 这样才会使双方在社会中更能出色的打拼事业 回家又有很好的参谋和休息的港湾 如果一方十分在于对方的成功 催其奋进 对方难免会有压力 在重重压力之下 他很难有淡定的心 和周全的事业规划 往往会趋于急功近利 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名叫徐允仁 娶了软未未的女儿为妻 结婚时 他听说新娘长得比较丑 在婚礼之后 他就找出各种理由 不禁洞房 家里人为此非常着急 这时魏国的大司农横范 也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徐允就陪他聊天 迟迟不进洞房 横范就劝他说 软家把女儿嫁给你 新娘子一定有过人之处 你不妨好好观察一下 徐允听了横范的劝告 毫不情愿的进了洞房 揭开新娘的盖头一看 立刻就夺门而奔 这时新娘紧紧抓住了她的衣襟 徐允不屑一顾的对新娘说 妇人也有私德 你具备哪几样呢 新娘说 这次德中我所缺的是较好的容貌 可我又听说读书人 应该有许多良好的品德 你又具备了哪几样呢 徐允说我全具备 新娘又说 读书人良好的品行中以德为罪 你喜欢美色而不注重德行 怎么说全具备呢 徐允顿时哑口无言 知道了妻子是个贤明之人 再也不敢嫌弃 从此和妻子相敬如宾 果然在仕途上 得益于妻子的很大帮助 四 夫妻如何相处有利于增旺财运呢 民间俗话说 夫妻同心齐力断金 配偶与自己紧紧连在一起 相依相威 犹如自己倚着的一棵大树 这棵树坚实了 自己就有坚强的后盾 在外拼命地打拼 如果这棵树萎缩了 自己只能在外单打独斗 这棵树长是如何取决于 我们对它的护养 护养得当 树变茂盛 护养不妥 树变无力 其实婚姻中的两个人 就是一个整体 在充满祥和的婚姻关系中 你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充分的互相鼓励和体谅 因此家和万事兴 一语从来就不欺人 其实说了这么多 最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 夫妻和睦 福运增生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树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树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树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